为什么是左手指约而不是右手呢 今天我们就来过度解读一下 左手指约这首歌背后蕴含的道理 仅供娱乐 可以说这是一首蕴含了 宏大时空和禅礼的一首歌词 一开篇就辉红大气 左手握大地 右手握着天 掌纹列出了十方的闪电 这个人是谁呀 你我肯定都不行 220伏就把我们送走了 更别说十方的闪电 那这是天地初开的造物之主 电闪雷鸣中混沌初开 空间上天清地灼 乾坤既定 接着呢 画风一转来到了时节 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 三千世如所不见 古人说上下四方为雨 古往今来为咒 仅仅四句歌词 就把宇宙时空栩栩如神地描绘出来 三千世呢 并非指十数 而是指很多很多事 这个三呢 是动数 与一神二二神三的三 有相似之处 我们总说世界 但事是世界世界 是指时间的迁流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界呢 是指空间的划分 东南西北 上下十方 所以每个国家不仅有陆地上的边界 还有领空的界限 甚至打地倒进来也不行 都是越界 三千世如所不见 这其实是一种轮回观 莫言最近比较火的一篇小说 《生死疲劳》 讲述的就是土改时期的一个地主 被枪毙 然后不断经历着六道轮回 以时又以时地作为 驴 牛 猪 狗 猴 人 经历的故事和情感 但每一世都没有离开他的家族 所以 在他一世又一世面对这些亲人的时候 既熟悉又陌生 既为之牵肠挂肚 又难以沟通 这就是如所不见 左手捏着花 右手捂着剑 左手捏花 右手执剑 这个形象是专门有所指的 左手捏的是莲花 而莲花之中 放着一部经书 代表着波热智慧 一尘不染 右手执剑呢 则象征着用智慧斩断烦恼 如何证明已经开启了智慧呢 因为紧接着 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 为什么是眉间的雪落下 因为眉心之后 就是代表智慧的松果体 为什么雪落下呢 因为智慧开启 眉心的温度升高 尘风千脏 使得唤醒 一滴泪 那是我 当智慧被唤醒的那一刻 既充满伐喜 又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悲悯 接下来开始回顾 生生世世的爱恨情仇 苦乐纠葛 左手一弹指 右手弹着弦 左手代表时空的线性千灵 弹指一挥间 时间飞逝 右手代表着天道的轮回 弦不仅是勤弦 更是世界万物的本质 即正弦夺动 我们看到所有的石像 极致放大之后 都是一群微观粒子的高频震动 终归 凡有所下 皆是虚妄 周济百度在望川的水间 望川河如果大家没听过 那小时候一定听过奈何桥 梦河汤的故事 故事中奈何桥就架设在望川河上 桥头有块石头叫三生石 记载着人的前世今生和来生 各被望川世 便忘记了前世今生 那周济百度在望川的水间 也暗示经历了无数次的生生死死 轮轮转转 然而终生在此过程中 唯一难以舍弃的就是烦恼 它就像一片唬喊 让人深陷其中 以至于当烦恼能开出一朵红帘 莫听喜给我杂念 这里的红帘呢 范文是波特摩 是在极寒的情况下 人饱受皮肉之苦的地狱生活 那即便经历这样的苦痛 也不愿意舍弃这仪式的红尘 究竟是陷入了无尽的爱恋 还是牵扯着板世的情缘 我们不得而知 总归即便刀山火海 依旧坚持莫停歇 给我杂念 这就像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以为之生 可以为之死 不信呢 接着看 左手指着月 右手取红线 赐予你和我如愿的情缘 月光中你和我 这就说到主题了 为什么是左手指月 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 叫天道左旋 地道右旋 左侧代表着天道和能量 右侧呢 则代表着地道和物质 于是呢 向天上的月老祈祷 可以成就彼此的红线因缘 然而呢 红尘情路多坎坷 左手画成雨 右手成林片 左手画成雨 这是梁柱与画成蝶的故事 右手成林片呢 则是白蛇与许仙的故事 对应着的就是 某事在云上 某事在林间 愿随你用一粒微尘的模样 在所有尘世浮现 世间众生 皆由不可计数的微尘组合而成 也终将尘归尘 土归土 希望有那么一粒微尘 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 在所有尘世浮现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这是一种量子纠缠的状态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无论时空如何轮转 彼此信息同步 接下来的歌词呢 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想法 我左手拿起你 右手放下你 合掌时你全部被收回心间 我们经常说 做人做事要拿得起放得下 拿得起是我们出生之后 开始做加法的过程 放下是开始做减法的过程 拿起是升起执着的过程 放下是放下执着的过程 合掌时你全部被收回心间 这个合掌的动作很有讲究 因为合掌的位置就位于心轮 而心轮是恋通三维与高维的交界 也可以称之为临界态 那合掌的瞬间 一切如梦幻泡烟 一炷香 你是我 无二无比 此刻 如如平等 无比无此 世界万物 原本一体 我心即世界 所以左手指月 指的是月 是天 是时空 更是人心 有点水 如平等 云露 信仰 是